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的台北股市经过了几天的整理跟震荡 因为昨天以前大概就是一黑一红 一黑一红 那今天又出现了再度上涨 大涨的一个走势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11点钟的一个表现 那目前台北股市涨了85点 涨了85点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是开高的喔 涨了85点 在过去这几天 一黑一红 一黑一红 一黑 然后今天做了一个表态 这代表什么 代表台股又再度出现转强上涨的一个走势 好 我们先把结论来跟各位讲一下 我不晓得各位你怎么操作 今天你是积极的去买股票呢 我先讲我的操作 我开始站在卖方 应该这样讲啦 也不是说所有股票都卖啦 这个行情的上涨 当然会带动我之前带会员操作股票的上涨 所以上涨对我们来讲好不好 好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陆续之前布局的股票 陆续的做发动 好 那这个地方 如果说有一些股票已经涨多了 我是站在卖方的 那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跟各位讲 比如说我卖出了什么股票 以及我为什么要做卖出 卖出的理由跟原因在哪个地方 等一下都会给各位做参考 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出现了上涨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美股表现 昨天的道琼涨了105点 纳斯达克涨了69大点 费城指数涨了两大点 S&P500上涨 经过了圣诞假期 美股重新开盘之后 果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涨 也因为美股持续创高 上涨 所以当然就带动今天的台股 所以为什么上涨 主要原因在这边 但是这一波的台北股市 它的多方本来就没有结束 就算昨天以前 进入了震荡整理的结构里面 量缩 但多方其实是没有结束的 市场上的资金还是很充沛的 所以其实以台股浅跌型的市场 它多方还是存在状况下的话 你很难去预设立场 高点在哪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币到今天还在升值 这是今天12月27号 从今年8月份以来 31.72到今天 已经开始逐渐要挑战 30元的整数关卡 目前今天最低 最低来到30.051 这个其实是大概是小数点后几位数的一个差别性的 那我观察就是说 这个升值的趋势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被改变的 好那重点来了 现在我所看到的都是结果对不对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都是大盘今天已经再度创高 然后来到了什么 来到了12,088点 现在涨80几点 我请问各位 你怎么操作 今天是12月27号 很快的下个礼拜 在两个交易日 礼拜一跟礼拜二 礼拜三放假 元旦 也就是2020年的1月份 所以现在重点来了 其实你现在的一个操作的眼光 应该着重在 你接下来2020年你应该要怎么操作 而不是说我现在还在注重2019年 你已经要开始去思考了 接下来2020年你怎么操作 如果你之前有操作有赚到钱的 那你也要面对到2020年的一个挑战 好我请问各位 今天上涨上来又涨了86点 对不对 现在涨了86点 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突破 经过了几天的突破 但是以目前这个位置点来看的话 请问它是高还是低 请问它是高还是低 我们可以讲的就是说 多方的惯性它没有改变 但是位置点高不高 好所以又回来到 微博老师每天节目跟各位讲的 我认为只有控制好风险才能谈 才有资格谈货力 台北股市目前它绝对是一个多头市场 这个我跟各位讲从来没有怀疑 为什么 因为你从资金角度 从那个就是包括技术形态的多方形态 都没有被破坏 你看这个根本就没有做头 所以没有做头的状况下的话 你说这地方走空头吗 不会 但是位置点高不高 各位要思考到一个问题 下个礼拜开始进入了元旦之后 就是2020年的 然后到下下礼拜就要什么 就要选举了 这个时间点越来越近 也就是距离选举的时间点越来越近 你认为选举前的效应 或者是选举后的那个大盘对于股市的看法 你觉得会怎么样的状况 是不是大家现在都在猜 是不是都在猜 所以如果说你要回头来想一下说 我接下来2020年我应该怎么操作的话 那我跟各位讲 我还是一套逻辑 就是买期账 也就是目前为止是多方不变 但是我必须考虑到 比如说选举前的卖压的因素 对不对 你总不能说因为今天大涨了 87店了 然后我赶快再去追股票 如果你是做短线的话 那基本上我不反对 你可能说反正我就短进短出 我做个短线价差 我不反对 但是如果你是做波段布局 就像韦普老师带会员操作股票 我们如果我买了这一档股票 我带会员做 我设定的目标 我至少就要至少赚它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当然会赚多少 这不是我决定 要看市场上 因为我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买进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们从基本面做选股 然后我从技术面去选进去 买进跟卖出的位置点位 好 那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我的角度 我是站在卖股票的角度 我反而站在卖股票角度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目前手上的股票 因为我们是从十一月份 那时候布局的 现在已经是十二月底了 对不对 陆陆续续都已经涨高了 涨高的过程当中 我应该怎么样 我应该把资金 就是获利卖出 获利入口袋 资金抽回来 资金抽回来的一个动作 就要面对 接下来2020我要做的新的布局 所以比如说做个举例 我们之前都有跟各位讲 比如说我们买进了 浙中阳光嘛 对不对 我们是在十一月买份 买进了 买进去之后 它都是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里面 好 那等的就是什么 等待它的一个发酵 那后来是不是发酵了 是不是发酵了 这是浙中阳光 是不是就发酵了 好 发酵的过程当中 那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就是开始站在卖方 这样各位懂我意思吗 而不是说 当我们在十一月份 做布局的时候 然后现在涨上来了 在这边我在家吧 我在买进 我在叫会员去买 不是 当它涨上来过程当中 我反而站在卖方 我准备要卖出 我准备看它的状况 或者是状况不对 我就准备卖出 那这个卖出的一个动作 并不是说我看坏中阳光 各位你一定要把那个逻辑弄清楚 我卖出一档股票 不代表它不会再涨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资金准备要抽回 抽回准备要干嘛 准备要去布局一些 基期相对比较低的 因为在这个位置点位 你要期待它再涨多少 打个问号 因为买点应该是在下面 买点不应该是在上方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每一档股票 基本上最近微博老师 我们一些股票都是站在卖方 就比如说我们在11月份 也有买进了8131的福茂科 11月份的福茂科 大概是在这一样都在这边 我们买进了位置点位都在11月份 好福茂科涨上来之后呢 该卖出的时候 我们就站在卖方 这是12月25号发出去的抠讯 8131的福茂科 37.6元左右 然后获利卖出 卖的价格大概 你看今天福茂科 大概在37.55 也就是在我们卖点的位置点附近 我的操作逻辑就是这样子 这边买进了之后 这边卖出 我们赚取的那个获利价差的满足 已经到了 我不需要再去冒风险 我应该怎么样 入口袋 应该获利入口袋 所以当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是不是持续创高 又再度往上涨 对不对 涨80几点 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给各位看 我之前有布局的股票 也陆续涨上来 就比如说 这是在12月份买进的 叫4763的材料 4763材料 12月 我看一下 这是12月买进的 12月13号买进的 这一天买进的 为什么 因为它基期位置相对低 你仔细看 你有没有发现 微博老师买的股票 都是买在这个 我不会去做追高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买股票过程中 绝对不能做追高 我们一定是买这一种 基期低的 然后再打底的 再打底的股票 好 那现在已经开始发酵了 开始发酵了 我们在12月13号 这是12月份买进的 并不是11月份 这是12月份买进的 也就是说 大盘目前还在涨 对不对 目前还是一个多方 好 所以对于我们之前 买比较低期期的股票 之前买比较低的股票 他开始做表现了 那这样当然好啊 大盘涨带动我一些 之前布局比较低的股票 开始在上涨嘛 对不对 但是针对上涨很多的股票 针对上涨比较多的股票 我们就开始站在卖方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叫做持股上面的一个转换 各位一定要懂得去操作节奏 也就是说现阶段因为大盘 来到这边相对位置比较高 我想到的是风险 所以我准备怎么样 我准备把我涨多的股票 获利多的股票卖掉之后 我资金抽出来 准备带我的会员再去布局 低基期的 就是我们现在把这边卖掉之后 再去买什么 再去买进 一样是类似像这样的股票 然后接下来1月份 2020年准备等它发酵 各位同志朋友 你懂我的意思吗 韦伯老师要跟各位表达 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 我不晓得 你可能今天在追股票 我会建议你追股票 一定要注意到风险 我的做法还是一样 我就是选择低基期 然后期涨股票 当然这边也稍微 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韦伯老师这一次 配合我们公司的一个专案 迎接2020年 因为交易日2019年 就剩下三天而已 所以韦伯老师也刚好配合 公司的一个年终感恩的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的话 公司退出来 今天跟我讲的时候只有三天 只有三天 刚好我也陆陆续续的 利用这一次的一个上涨 我已经开始获利卖出了 我一些股票 对不对 空出来的资金 我准备接下来布局 2020年在低基期 接下来1月份有机会起涨的股票 因为到了选举之前 操作的一个难度会越高 我不希望大家去做追高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当然 卫博老师非常欢迎各位 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方案 这个很难得 因为其实卫博老师 很少在推方案的 这个都是配合公司的一个政策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打通电话 进来询问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净数把握 出刹02-8773-8859 8773-8859 便打通过年终感恩 迎接2020 给您惊喜仗 大个会惊喜仗 大个会只有三天 机会不再 净数把握 出刹02-8773-8859 8773-8859 出刹02-8773-8859 8773-8859 车怎么看啊 怎么看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3.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4.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话译等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年快过去了 今天不要算 大概就到下个礼拜二 就年底了 那各位投资朋友 面对2020年 你准备怎么操作 股市其实 我这样讲好了 今年的台北股市 走出一个大多头的一个行情 这当然是有资金做带动 包括像选举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个选举的一个因素 也拉抬了整个股市 创了30年以来的新高 但是毕竟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之前的一个操作 做都布局 你今年没有赚到钱 那你应该思考的是 你2020年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人总要向前看 不是说我一直在看以前 对不对 所以面对2020年各位要去思考的是 你要怎么做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做 或者是有的人选择做放空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像这一波以来 比如说昨天以前做放空的 今天又踢到铁板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多头的一个行情架构 我们看的是一个趋势的变化 对不对 趋势没有被改变以前 你永远不知道高点在哪个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现在是不是高点 是啊 现在它绝对是一个高点 只是这高点会高到什么地方 不知道 所以操作策略上面的运用 我现在就是站在一个逢高卖出 之前布局的股票 把资金抽出来之后 准备去什么 准备去买进一些低基期的股票 我的这样做法 其实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考量风险 最主要其实真的是考量风险 因为我觉得 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点位 你说还要再去追股票 你有没有想到说 风险上面的一个因素 元旦过后2020年在元月初 美中贸易就要签署 第一阶段的一个协议吗 对不对 要开始进行第二阶段 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都是未知数 接下来就是选举的一个状况 选举前或许行情 就是这样的一个多方走势 对不对 但是因为很高了 那选举后会更高吗 这个也是打了一个问号 所以你要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要操作什么 安全低基期的股票 现在这个行情涨到这个位置点 很多人怕崩盘 好 我假设如果真的出现了下跌 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跌 并不是的 之前微博老师已经有给各位做佐证了 这是我们7月份的时候 所带会员操作的一档股票叫做金居 这是7月23号 那7月23号台股正要面临什么 800点的下跌 我们再回头来看 这个也算崩盘吧 7月23 我把这个弄掉 当时候的点位在接近11000点 这个也是崩吧 没有错 这跌速度很快吧 还记得吗 大家还记得吗 7月份 但是当时候的位置点位 8358的金居 你仔细看它后面的走势 你觉得有崩吗 大盘虽然出现下跌 但是金居却往上涨 各位 这个是真实的例子 那所以 大盘跌股票一定会跌吗 举这个例子来给各位看 主要原因就是说 让各位知道一下 大盘跌还是会有股票会涨 但涨的股票绝对不是这一种高的 你看金居在9月份就已经来到高点了 台股创了从8月份以来 涨到现在已经涨了2000点 对不对 金居却没有创高 它涨的是这一段 它不是涨这一段 每一波行情里面都会有一些主角 都会有阻力去参与的一些股票 那些股票通常都是阻力 默默的在底部做吃货的一个动作 然后等待什么 等待它发酵上涨 所以我要把握这一种的一个操作逻辑跟方式 我所选择的股票 就2020年的操作原则 你就是要选择相对位置比较低 然后等它上涨 其实你说微博老师有没有这个功力 很多例子 我从5月份以来 我记得我是在4、5月份的时候 微博老师开始上这个节目 这是5月份当时候也是操作的 5月份的位置点位大盘也是要证明 面临下跌 就跟刚才的金居是一样的意思 5月份在这边 好当时候我们做什么东西 大盘要下跌 但是我们买什么 大盘台股虽然要下跌 但是因为市场资金会移动 所以还是有股票有机会涨 所以太一 好当时候大盘要面临下跌 那太一是这样走的 各位有没有看到 好太一在9月份进到高点 大盘创两个月的新高 太一却走空头 所以买点在这边 买点不是在这边 你会发现微博老师 每一档股票 我们都是运用这个逻辑 叫做不追高的原则 好你看比如说 像中阳光 现在每个人都在跟各位讲中阳光 但是我们的中阳光 是在11月4号 发给我们的会员 微博老师再次透过节目 来跟各位讲 我们给各位看到的这个讯息 是真实有发给会员的讯息 绝对不是事后作假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都要负法律责任 所以我们都是真实有发 抠讯出去给会员的 比如说什么股票 多少价位 买进多少资金 停损多少价格 全部都有 然后买进去之后 它当时候都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你看11月4号买进 到11月25号 还在这个地方 没有涨 一般人绝对没有耐心 但是我们很清楚 如果你要追求风险的安全 你想要买在低 你就必须用时间去等待 那时间等待换来的果实 好不好 非常非常好 如果说它的走势 并不是后来往上涨 而是往下跌 我们一定会做停损动作 你所受的风险会非常非常小 我们是把握这样的原则 绝对不去产生大赔 但是如果赚呢 我就要大赚 有时候可能也是小赚 有时候可能小赔 但是你只要把握这个原则 基本上你不会赔钱 那这个原则你不想要大赔 只有一个做法 叫做不追高 因为你只要追高了 风险就高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最近一些 之前布局的股票 都陆陆续续的一个发酵 就像4763的材料 这个我们都还 目前还抱在手上 那你会发现 当我们布局的位置点位的时候 它都不动 对不对 我们不会去做追高 我们一定是布局相对 基期相对比较低的 然后等待什么 等待它发酵 发酵了之后呢 我就会站在 赚钱设停利的这一方 一开始买进设停损 然后赚钱我就设停利 我做法一直都是这样子 每一档股票所买的位置点位 基期都相对的低 11月7号带会员去买福茂科 你仔细回头再来看福茂科 福茂科我们卖掉了 11月份的福茂科在这边 现在的福茂科在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微保老师带会员买的股票 相对位置都比较低 对不对 我不会去做追高 一定是去买那一种盘整 多方形态的布局的股票 然后等它什么 等它上涨 那当然这个需要一些耐心 后来我们就在12月25号就卖掉了 还有啊 包括金元 12月10号买的金元在这边 对不对 12月10号的金元也没涨 你会发现我们都不追高 买都买低 然后后来就涨上去了 12月10号的金元在这边 然后后来就涨上去了 涨上去发现不对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卖掉 所以你只要买低 相对的风险性就会比较低 这个我认为是2020年的操作方式 如果2020年你可以改变成这样的话 其实你要赚到钱不会很难 因为目前是多头市场 而且你这样的做法 买低还可以避开 假设选举后出现了台股的拉回 你至少你可以风险降低啊 所以这一次刚好 微博老师配合公司的一个政策 迎接2020年剩下几天而已 只有三天 只有三天 所以我们这个年中的感恩专案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惊喜 那一般来讲 微博老师都没有做方案 这次就配合公司 所以如果想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 那让微博来带领各位创造获利 可以打通我们的一个电话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拜拜 运动彩晶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动彩晶台 台股直播室 运动彩晶台 机会不再尽数把握 出差02-8773-8859 8773-8859 运动彩晶台 年终感恩 迎接2020 给您惊喜价 大优惠惊喜价 大优惠只有三天 机会不再尽数把握 出差02-8773-8859 8773-8859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